那我今天就烤点羊肉串吧 嘿 对 这是最好的 咱们东北都爱吃羊肉串 我今天选的这是羊的通脊肉 那它这个通脊肉通常是筋肉比较多一点 然后稍微淡了那么一点点的肥胶 这样吃起来呢 它也有肥肉的那个香味 但是呢 它还有筋肉的那个焦香味比较好 然后选择这样的肉呢 用我们这个平底锅烤啊 它比较容易熟 它不像在那个炭火上烤 它不是那么特别的容易熟 所以我们今天选择的是这块羊肉 好 我先把这个羊肉给切一下 那这样吧 那个猪大厨您包个小盲好不好 您帮我切点这个洋葱 可 芹菜 再切点胡萝卜 再切点胡萝卜 就切成块就成大块就成大块 切成大块 这么大 差不多 行 这么大 行了 好 好嘞 我这肉就在东北哈 应该就是那个炒炒肉 就把炒肉烤到啥玩意呢 但我我今天做的还真不是用它来炒 我是用它来烤 哎 这个还我还真不太理解 不太理解吧 嗯 大伙你看 我用猪大厨帮我切的这些蔬菜啊 给这个肉给它做一个腌制 直接拿这个菜跟肉就放在一块 对对 我这个菜呢 它其实只是起到了一个腌制的作用 它并不是烤 我们加一点盐 稍微的给它滴一点油 好 蔬菜 羊肉 还有这个盐啊 给它揉搓一下 一般哈 跟羊肉相配的都是什么葱姜蒜 这种比较重的调料哈 您放点这什么胡萝卜 放点芹菜 这起不到什么作用啊 其实啊我跟你说 它这个胡萝卜跟芹菜啊 它能够让羊肉它这个更嫩 吃起来口感更好 你烤的时候它外面是焦焦的 但里面还是嫩嫩的 然后这个洋葱 大家都知道 它也有嫩滑这个肉的这个作用 是是是 还有一个作用呢 它可以去三味 就是羊肉它那个酸味 不是特别 辛酸味特别重吗 但是你在炭火烤的时候 它就炭火的那个气啊 会把这辛酸味给带走一些 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平底锅 在家里做嘛 所以呢我就是提前的 拿它 来给它去一下那个酸味 其实啊很多人一想呢 吃到稍等就很兴奋 跟这个好哥们一块啊 真的一到晚上 特别是夏天 特别馋这口 尤其是这个吃点烤串喝点小啤酒 特别棒 特有这个夏天的那个气氛 我呢就是很明显的夏天 吃烤串喝啤酒的产物 就吃得越来越整越死越好 看得出来 那您这个可好几个夏天吃出来的吧 应该是啊 算好多年呢 好好好 我先穿这么多 这就行了 对行了 基本上呢 够咱们咱们几个人啊 一人分两串 一人爱得差不多 差不多了 锅也差不多了 其实我们这个锅啊 一定要特别高的温度 就基本上 我看它烧到冒烟了 对要烧到冒烟 因为我今天用的是铸铁锅 咱这个串啊 现在就可以开始烤了 开始 我们就是把它平放在 这个平底锅的这个上面 沿着它这个盐放 也要放到下面 这个是这样烤的啊 对对对 它是这样烤的 我以为您这肉要是 挨着这个平底锅 不是 我们就是靠平底锅 传导出来的这个热气啊 把这个肉给烤熟 天哪 哎呀 我特别好奇哈 我知道你是怎么发现 这个方法呢 因为像下雨天吧 或者什么的时候 不能在外面吃烧烤 就下雨天 你都不能停一会儿是吗 难受 有一天我就觉得 哎呀 我们家这个锅 我就本来想炒一下了 对呀 但那天呢 我在准备烧串的时候 这锅就烧的特别特别烫 这炒估计不行 然后我就顺便就把它放上面 我就试试能不能烤 结果还烤熟了 我之前小赵操作的时候 一直在怀疑哈 他这个穿好签子 这锅这么小 它怎么能受热均匀呢 现在我点懂了啊 懂了吧 它是用这个铁锅的热 传导到这个羊肉上 让这羊肉均匀收热 跟那个我们在外面看 那个炭火烧烤 有点异曲同工 加一个锅盖 加锅盖的目的呢 就是会让那个热气 在整个里面循环的这样子 对 这样就省得你翻串了 就上面它也能熟 下面它也能熟 多大师傅 怎么样 专业做这么多年 这个方法怎么样 三 哇 我看 有没有焦 有没有焦香味 有 我真是没想到 没有任何的炭火 居然能把我们的羊肉串 烧成这个样子 你先啰嗦一会儿 我对面烤一下 那个 炒点调料 炒点调料 哦 炒点调料 对 把我们这个自然啊 给它炒得香一点 因为我们今天 不能用炭火烤 它那个自然 就出来炒得香 对 所以咱们就拿它 这个平底锅 给它炒一下 哎呦 这办法不错 只用这个铸铁锅 烧凉的地方吗 让别的锅烧行不行 其实最好是铸铁锅 但你千万不能用 那种涂层锅 因为涂层锅 它可能 那个涂层容易破落 然后有的锅体 它特别薄的话 它也容易变形 哦 对 所以铸铁锅 或者咱们家 没有那铁的那个大马勺 就基本不能拿 那个炒菜 那个其实也可以 就稍微时间长了 那么一点 拿马勺 架羊串 手里拿个马勺 最后连手都能吃了 哎 咱们再盖上盖 稍微地给它烤个一分钟 可以了 好 小赵 我想问问 你现在对这个美食 还真是挺有研究 您做美食之前 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个财富 其实我是个服装设计师 之前 您是服装设计师 今天看不太像了 是吧 就是吃了有点胖的 因为又做服装设计师 那时候工作比较辛苦 就总是做着好吃的 靠着自己 做着做着就做出 另一个行业的一个 党余就不做服装的 对 现在服装设计师 就当成一个爱好的做 就开始做个包啊 做条裤子啊 自己穿穿 哦 都行 对对对 哦 因为过去呢 专业是服装 业余爱好 是做饭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变动呢 专业是做饭 业余爱好 是做服装 这说明什么呀 一个人的专业 是多么不靠谱 我们来看看小赵这个 还不是烤出来 这是拿铁锅烧出来的 这个烤羊肉串 究竟是不是烧烤味呢 就是 哦 越嚼又感觉 拐拐拐 确实好吃 而且它这个外面是焦的 里面还是有一点点粉嫩粉嫩的 对对对那口感 这个周大厨师 您作为专业厨师觉得小赵的创意 做出来这个怎么样 从这个烧烤的角度来说 它非常有创意 你想用平底锅就能做出烧烤的味道 是是吧 从这个环保卫生来说 它比外面的烧烤更完美 对 更健康 我觉得这个 让我最佩服小赵的是呢 本身人家有一个听起来比较不错的专业 对 但是呢最后呢 它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自己的专业 实实在在的因为自己爱这做饭 能把这个不可能变为可能 今天确实让我见识了 来给我鼓个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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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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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我们的羊肉要用羊通鸡 它这个羊肉会吃起来口感更嫩 然后烤出来的外表也更焦香 变好之后呢我们穿成串 我们选择平底锅的时候呢 最好选用铸铁的平底锅 因为铸铁的平底锅呢 它的锅壁更厚 然后能够让它的温度保持在一个恒温的这个高温状态 然后呢我们如果是生的自然呢 我们可以在锅里面给它平炒一下 炒出香味以后呢 可以在羊刷上面撒一点自然粒 也可以放一点辣椒面 还有芝麻和盐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哦 就是令人比较动的 不容忍 这就是令人比较大 我们下vs加州的平底锅 有甜度的海浏 这个算是危险的 我们下雨